把乘语这个地方做修改 记得这个是对应到栏位名称 丢过来就会这边这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个叫 这个叫 slate的一个这个名称 丢过去用get 因为我们表单 这个表单是用get 所以也是用get去接 这个名称叫keyword 所以丢过来的话会有两个 一个是 那个slate 这边的话会抓的话就是这个 slate用get方式 抓到一个 抓到两个 那查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显示出来 把这个 那另外一个详细资料 不过详细资料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资料点击之后 当然我还要再去把什么 把那个资料给抓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查完之后 当然假设我今天 要在详细资料里面看到这个详细内容的话 点击过来 当然他带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他要再去查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就先丢给那个 PHP 03-3 这个PHP 他会传一个ID 主要是用ID去查到 这一笔记录 那这一笔记录 用ID 比如说 274好了 查到之后再分别把这里面的详细资料 给抓出来 那里面需要改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 这一个超连结 他超连结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点他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会动态的在这个地方加一个超连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详细资料里面 需不需要变动 所以第一个 你可以查一下 详细资料 这个地方 下面 会有一个超连结 Echo 然后ID 还好 因为我们的那个编号 也是用 ID 当成是我们查询的编号 再来的话 去抓什么 特别注意这边有一个是 Raw 列 第几列 第几列 那特别注意 一定是中瓜糊 那 跟着一下 应该是Raw是哪一列 这个地方 里面的话 会需要抓到的就是它第几 第几蓝 应该这个地方的话Raw Raw 由Raw去抓到 它里面的第 几 这个地方 应该是ID里面的词 从ID里面 去把 跟这样 应该 把这一列 因为它抓到是一列 一列里面呢 我们乘语里面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那四个栏位里面呢 如果我要抓ID的话 那我要怎么抓 基本上它有个编号 有点像正列的编号 0 代表 这个ID 1 代表Name 2 代表那个 Explain 然后 3的话代表Example 所以 按照顺序 那我将来 需要传递过去的是 你现在点击的是哪个编号 然后面的话传递 给它slash 跟它的keyword 不过后面两个好像 应该是用不 其实只要传那个 ID应该就可以查到了 那当我点击之后的话 再来就丢到那个 02-3 这个 那首先 我一样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排版 那本来的排版 我是利用底下有一个那个什么 下面有一个那个合并储存格 跟 分割储存格 所以最后我把它稍微做个排版 那编号 成语解释力去 那再来的话 这里面的那个PHP 特别注意 哦 一样 好 好